怪 梦 笔 记 可是我记不住那个指令是什么 你自己在电脑里搜寻一下就能找到了 于是约翰就急忙地在他的电脑里搜寻那个指令 我看见我桌上有几张电脑记录的表格 我就翻看那几张纸 第一页只印了两三条工作记录 第三页整整印满了一页 第二页的背面是用手写的将近一张的记录 最后一列正是我刚才使用过的指令 写得非常的潦草 我就只给约翰看 你就用MSMGR John.verify就可以了 约翰便照着我说的做了 然后我又马后泡地说 我觉得用你的名字 不如用email id来得好 因为email id是你独独一个拥有的 John,这个名字太多人用了 所以约翰又照着我说的又做了一次 然后梦见我坐在家里一楼的办公室里 生意清淡,无所事事 突然外面一群人经过 门口进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也不像是要来做生意的 倒像是个游客 我就用英文对他说 This is a business area 这是办公的地方 然后将他请了出去 不久又闯进两个人 其中一人见得面扇 他们说是来牵摩托车的 说着就把摩托车牵出门外 那摩托车的造型有些奇特 车头很高 车身比较细长 我心里不能确定他们是谁 胆忙走出户外将他们拦住 用英文问道 Who did let you park your bike here? 谁让你把车停这儿的? 那人没听懂 我又说了一次 又说了第三次 他回答道 我是隔了好几年 好几页的菜 我听得萌了 他说的是啥 他又说了一遍 我是隔了好几年 好几页的菜 哦哦 你是隔年菜 他回答 不 是隔年夜 大概他妈大年夜的时候生下了它 是蔡玉恩让我寄放在这儿的 我听到熟悉的名字 心里抖滴当的一声 想来 应该没问题 于是放行 让他们骑车走了 然后就梦见在一栋热闹的大楼里 在楼里乱转 接到一个任务 需要步行去几千公里外的地方 我和另一人 开始远行 走在一条小路上 有些树都倒了 树倒的方式很奇特 都是从树根的地方 圆圆整整地分离开来 倒掉的树 看起来都非常的枯干 因为我慢下了脚步 查看树倒的原因 我的同事已经先行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赶快走下斜坡小路 想要追上他 来到一处沙丘 有一个人似乎同一头黑豹 和一只灰毛的哈巴狗在说话 起初我以为是只黑猫的黑豹 突然义愤填膺的 用爪子搂起了一把沙子 猛力地往前方的空中丢了出去 同时还口出人言 喊道 怎么可以这样 刚好前方有人骑着脚踏车经过 像是黑豹对着那人丢沙子一般 其实不然 然后同黑豹说话的那人离开了 而黑豹就四体翻腾地往前方沙丘跑去 那只灰毛的哈巴狗则跟在他后面 汪汪 汪汪地叫个不停 像是被黑豹豢养的一条中拳一样 我就觉得稀奇 一直想着刚才的所见所闻 不知不觉就醒了 好 这就是这回的怪梦笔记 喜欢的话 请订阅 按赞 并转发 谢谢 我们下次梦中再见 拜拜